这个同学问了 人堕落读得很心细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惑 人的堕落为什么要咒诅 殃及所有的一切被造物呢 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个关系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约 亚当圣经里说 这是万物的灵长 人上帝造他的时候 就生养众多变满这地 治理这地 上帝让他成为神的行星样式 这样的人活人 有灵的活魂 有灵的活的生命成为人 但是将治理权 代理权赐给他 让他去在地上侍奉神 用神给他的权柄 去治理万物 生养管理 顺服神侍奉神 在治理万物当中去侍奉神 那他是万物在他的权下 所以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 当人犯罪的时候 自然就殃及他所属的 属于他的 归他管的 他权下的这个被造计 所以基督的救恩也是 当人的最彻底的被清除 赦免的时候 上帝要恢复 所有在因着人犯罪 在罪恶的咒诅之下 受苦叹息的被造万物的更新 宇宙的更新 新天新地 所以救恩不只是关乎人 也包括宇宙 最影响到人 也影响到万物 所以救恩影响到人 也要影响到万物 尚且这么理解 哈